給你們看 上菜了 現在要下一堆大塊了 這一間呢 它是一個人的烤肉店 我覺得超適合挨人的 我都點這一個9900 超級便宜 可以吃到超級飽了 喲喲喲喲的 現在呢 我剛下班 上一支影片就是有介紹明洞的一些逛街的景點 反應還不錯喔 我今天就來看一下給大家看 我在明洞 一個人是如何吃飯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 在韓國吃飯 通常都是兩人份起跳嘛 這一間呢 它是一個人的烤肉店 我覺得超適合挨人的 我來這一間吃 大概已經有兩三次了 它就是靠近伊之路口站這邊 它其實算是連鎖店 它有套餐 有一人的份量 捷運站就在這邊 直接過來就會直接到這一間了 它就是長這樣 一個人一桌 這邊是等一下會上菜的地方 這個就是你的烤盤 它菜單可以選 看你要韓文 還是中文 還是日本語 我都點這個 九千九 超級便宜 可以吃到超級飽 你如果想要再加一點也可以 就是這邊可以再多點其他的肉 它這一間的肉呢 並不是你想像中的那種厚滑 這邊有生拌牛肉 冷麵拌麵的 等一下也可以再加點 對 再烤飯啦 它現在已經幫我點火了 第一次點餐的話 一定要點超過150克以上 給你們看 上菜了 我通常都是這樣一片一片烤 然後因為它說豬肉的油脂比較多 所以叫我建議放旁邊 不然火會整個衝上來 這邊就是真的超適合挨的 我超級常來這一間 我至少來有兩三次的吧 然後我們在韓國就是 很常自己吃款 就不知道要去哪吃 因為通常韓國都是兩人起票 所以我通常在明東下班 或是上班前一個人的話 我都會來這間吃 韓國現在就是進入 應該算是冬天狀態 超級冷的 然後我早上起床 就是一定要喝熱熱的東西 你看它的肉就不是那一百很厚的 而是薄薄的 我的習慣是直接 生成一匙的飯 沾醬 放上來之後 再夾個泡菜 這個應該是牛肚 而且含有牛味 它這個醬超級好吃 然後這一部分啊 我就會撒鹽 這撒鹽醬超級好吃的 現在要下最大塊了 最大塊的我會直接把它剪成一小塊 然後直接當拌飯吃 因為剛剛我們前面就是有加鹽巴 所以它就很好下飯 我超推薦大家來這裡的時候 一定要這樣做 感覺可以再點個拌麵或是冷麵 但是因為現在真的太冷了 再點個飯好了 感覺這個飯好像很好吃 這是我在多點的一個飯 感覺好好吃喔 它裡面就是 有海苔跟蟲 然後蛋黃已經被我嚼進去了 吃起來有點像日本的食物 不像韓國的 感覺它有破裂蒸飯 蠻好吃的 我想要把辣醬加進去 辣醬加進去之後 比較有韓國的味道 不然原本很日本味 今天吃了兩碗飯 反正這間吃下來呢 吃得飽也不會太太難吃 它有鍋類也有烤類 反正就是如果你是一個人在明洞 不知道吃什麼 我超推薦可以來這間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分享 還有讚哦 那我們下這影片見 喲